HELLO,大家好,我是耀佳金融集團的吳佳玲,身邊是我同事,Suki 今個星期就比較多發佈會,星期一就有AMD的發佈會 星期二就在亞洲時間就有NVIDIA,GTC 看了兩場發佈會,我個人覺得有幾大的分別 如果你先看了AMD的發佈會,你就很理解我所說的AMD是一間Hardware公司 為什麼這樣說呢?你看到整個發佈會很著重Hardware的性能 就是告訴你,它這次新的CPU,Milan X 多了很多Cache,效能提升了多少等等 另外也發佈了新一代的超算用的AI運算加速卡,叫做MI-200 性能上,其實真的進步了很多,這個可以看到AMD在Hardware上 其實進步的能力也挺強的,最後也說了下一代的一個新的CPU 叫做Zen4C,整個CPU最高可以去到128個核心 為什麼這個數值這麼重要呢? 因為其實如果你看回Intel的話,Intel現在準備會出的新一代的Data Center 的CPU,其實最多都是只有56個核心 其實它是因為在製程上面的分別,Intel的製程和台積電的製程 其實已經有一段的差距了,你看到Intel要再增加到核心 去到100個Core以上的能力,其實都是相當之困難的 所以整個AMD的發佈會,其實已經很看得到未來兩年 在Cloud,在Data Center的CPU那裡,AMD應該會挺領先 還有那個佔有C佔率應該會增長得挺快 而它中間其中一個就是Meta,即是Facebook 就已經都會轉用,即是都會購買AMD的CPU 所以看了整個AMD的發佈會,如果你看回現有的 Sherfer side的Market Share的話 都挺想像得到在2022、2023年 所以這方面,AMD的Market Share會繼續去蠶食Intel 這個對Intel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傷害 因為Intel基本上,現在它大部份的 最高Profit Margin的CPU,全部都是Sherfer的CPU 如果你看回現在兩間公司的revenue Intel現在其實在說每一年的Sales 其實有差不多77個Billion AMD只有10個Billion 所以現在的Size來講 兩間公司加起來大概在說 100個Billion的總CPU 就是Data Center的生意 如果AMD繼續去蠶食的話 我相信去到55開的話 其實AMD的增長空間 其實最多可以去到50個Billion Intel如果慢慢輸了Share的話 但是可能去到50個Billion 所以接下來這樣看的話 其實AMD如果看到我們之前講的競爭的圖 就是我們之前講幾間公司不同競爭的圖 其實Intel和AMD其實是一個 全量競爭的100個Billion的生意 你看到很有可能中間藍色的部分 之後就會五開的話 一半是藍色一半是紅色 這個就是我對AMD的看法 不過這個論點是建基於未看GTC之前的 如果之後看NVIDIA的GTC之後 其實我是有一個再新的看法的 等我講完GTC再講 就是一般來說 其實一般來說 AMD是現在領先的地方 只是在CPU那裡 而GPU其實暫時來說 都只是一間超算 即Furnier那間超算 是用最新的MI2000 在GPU上暫時 都沒有太多的Cloud 就是用GPU的Provider去調整它的超算 我們等一下都會講解為什麼 好 講完AMD 我們就講一下NVIDIA NVIDIA的GTC 基本上就是 對比AMD的話 NVIDIA的GTC 基本上就不講那麼多Hardware 它更加講多的是 它的AI運用在什麼場景 就是說它更加去 想 不是用數字去跟你講 它的芯片有多少效能 它直接告訴你 如果它的算力 在什麼場景之下 我們大部分的使用者 會得到什麼的結果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它現在標榜自己 一個one-stop solution公司 Hardware software公司 都全部去兼備 如果很簡單去講講 NVIDIA整間公司的發展 NVIDIA這間公司 其實就是1993年才出第一代的GPU 其實那時候 它只是著重於Gaming Stage 2的時候 去到2007年左右 它就用它的Cuda 即開發了Cuda Cuda就令到它的Gaming GPU 除了可以打機之外 就可以做一些很 general purpose的運算 去到第三代 就是2016年 大概5年前左右 它就真的可以 你看到很多加速卡 在那些HPC 還有Cloud的Adapter Cloud的Provider 去開始Adapt 用那些超算的卡 去做一些AI的加速 所以其實 如果你用這個Stage去看 就是現在AMD做到的東西 正正就是大概5年前 NVIDIA可以去 剛剛做了一個超算 DGX和HGX系列的時候 如果你再去看其他晶片的設計商 好像阿里巴巴 其實它們還在Cuda 那個時期 好像還在Stage 2 所以你要明白 其實NVIDIA 它現在去到Stage 4 我假設它 它現在著重整個發佈會 它已經不是再著重那個Hardware 它更加著重是怎樣 它方方面面的算力 在不同的場景上應用 現在它真的 2020年開始 就是我們所說的 原宇宙開始 就有很多Stimulation的場景 因為它現在是用在 Stimulation的場景 嗯 最後我的期望 去到2024到2025年 它就會直接去到Stage 5 就會去到這個Mobolic 和AV 或者是Auto Vehicle 但是為什麼這麼特別 其實在2016年打後 為什麼會突然之間 一間做Gaming的公司 做GPU的公司 做Generial Purpose的公司 突然之間變成一間 叫做Cloud的公司 和在股價上面 為什麼大家 突然之間 對這個AI Computing 這麼大的需求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 其實Stimulation 基本上就不是什麼新的 就是一直都有的 就是一直很多 在工程學上面也好 在Chemical 在Chemic上面也有很多 但是其實 真的可以有一個 很實質上的爆發 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在NVIDIA的 GPU的那個 算力的增長 其實這幾年進步得相當之快 由於2016年的P-18 去到V-18 接著去到A-18 其實它的新幅 其實每一年的升級 都是挺大 而這件事導致什麼呢 導致整個 做Simulation 做這個AI運算的成本 是低了很多 也都令到它那個 Accessible 就是很多不同的 以前是可能你要做一個 一個模擬 一個工廠 也好 如何令到它可以 那個 Effective 提高 可能你需要的成本 可能你找一個Vender 跟你去做 可能用的錢 相當多 但現在其實它已經做了 很多API 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說 送Pizza的公司 那些 它就說用了它的API 和它的運算卡 去做這個Simulation 就可以將它本身那個 送Pizza的Walt 那個時間可以更加Effective 那這件事其實是 以前都可以做到 只不過以前這些公司 是不願意花很多錢 去做這些 Simulation 用AI去優化 但是自從NVIDIA 它的算力是可以大幅提高 成本便宜了 還有它做了很多API 給這些公司去選用的時候 那它們就很容易 就可以有這個叫做AI的優化 所以其實如果你去看 NVIDIA 跟我們以前的模式 最大的分別就是什麼呢 NVIDIA 它其實某個程度上 已經是取代了以前 一些IT的Vender公司 如果你想去 優化你自己公司的 一個生產程序 如果你想優化很多工廠的程序 以前可能你找一間IT公司 去看看你公司的流程是怎樣 然後去研究你的生產過程是怎樣 NVIDIA現在是做了很多API 在各項各業 包括在Vobolic 包括在Medical Drugs 還有AutoDrive 它做了很多不同的API 所有這些公司想去用的時候 它就不需要再好像以前那樣 很大的成本去找一間公司 跟你專門去生產 它就用NVIDIA 已經整好API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當AMD要賣它的產品的時候 它去銷售它的Hardware的時候 它就不會去想 其實那些客戶是需要怎樣做的 它只是說我的CPU的性能是這樣 它就去賣給那些Vender公司 Vender公司就在它的Hardware上去開發 NVIDIA就更進一步了 它其實多了一點 就是取代了Vender的角色 它直接找它的Client 找它的客戶 跟它說我有一個新的API 新的場景 如果你用我這個場景去做一些模擬 或者做一些加速的話 優化的話 你就可以有一個更加低的成本 所以NVIDIA是更進一步去貼近了它的Client 這個就是為什麼它在買這些API 買這些場景的情況之下 其實它的客戶根本就不需要知道 它的Hardware在用什麼 也不需要太多的成本去買它的芯片 這個是令到NVIDIA做生意 其實它是更貼近客戶需求 另外其實整個發布會 它說了很多新的產品和場景 其實最主要都是為了它最核心的Product 叫做Omniverse 就是我們現在簡稱的元宇宙 其實基本上它是將很多 可以的simulation 物理的現象 或者非物理的現象 都可以在Omniverse上體現出來 你看到其實它有一個 很多的接入的方法 它可以之前很多不同的其他的 軟件供應商去開發 很多不同的產品 或者它好像這個例子 就是它有一個在AutoDesk的軟件 它開發了一架飛機 這個飛機可以save了一個USD的file 就可以直接在Omniverse 就可以呈現出來 所以其實這個Omniverse 其實是一個開放格式的Omniverse 你在不同的軟件支持它之後 你也可以在裡面體現到 它的simulation在不同的場景裏 都現在不斷有很多不同的公司 和它合作 第一個最大的合作 我們之前說過很多的疫苗 在駕駛要做工廠的工程 它們都會靠這些工程 它們不要幫助工程 它們都會靠這些工程 在這裏面的工程 它們還有一些都可以使用 它們搞很多公司 那麼很多的工程 都可以使用它們 或者有些工程 發電的機組 發電的工程 他們都會靠這些 simulation 去看看為什麼會減低那個down time等等 所以其實你看到它在這個 simulation 就是Omnibus的宇宙裏面 其實它是很接入到不同的企業的需求 都可以在它那個場景裏面模擬出來 而從而去減低成本 所以這些場景其實是很變現的 不是那麼像Facebook或者Microsoft 它們可能都是一些網上開會 網上的會議那種 它其實在NVIDIA那些元宇宙的場景裏面 其實全部都是我們真實的工程上面的一些優化 怎樣可以在一個模擬的世界優化 你看到5G其實都有很多Telecom的公司 都用在它的元宇宙裏面去模擬一個city出來 那麼它們模擬在哪裡增加一些發射站 會對它的接收會更加好更加穩定 所以其實它那個用到它的simulation的公司 其實Client的Client base很大 不管是你的Healthcare 工程 雲 Telecom retail等等 所以整個GTC它的發佈會 剛才說了它的重點不是說它的Hardware有多厲害 它重點是說它的Hardware可以令到我們 不同的行業裡面有些什麼轉型到 轉化到 而這個轉化是很實在是變動演的 減低成本的 或者加快開發時間的 所以其實它那個發佈會說了出來之後 其實你會看到它的執行力 和它的變演能力是相當之確定性高 它也說了它的AI在什麼場景可以用 其中一個就是做一個customer service 你可以用它的AI去order不同的Burger 它也說為什麼這個東西是 其實你看到Google都有類似的產品 但是為什麼NVIDIA覺得它已經可以成熟的產品 最主要原因就是NVIDIA將成本 因為算力的提高 和API的開發 它可以令到成本去做一個AI的customer service 是比現在便宜很多 所以它才有一個競爭力去做這件事 這就是它的成本和準確度的優勢 這件事已經去到一個叫做 它認為的street port已經是可以 在廣泛地在很多企業那裡可以使用 另外在medical 你看到很多現在那些 醫療的機器的設備上面 現在暫時都是沒有人工智能在上面 它也是一個很大的趨勢 就是將人工智能接入去醫療設備上面 令到這些醫療設備變成一個software defense instrument 有什麼功能呢 你很簡單做一個照搶鏡或者做一些手術的時候 它顯示出來的那個圖像 其實它就可以用AI跟你分析 這個是一個內膜 這個是一個什麼的構造 這件事在整個的醫療的過程裡面 其實是幫助到醫生做到很多更加準確的手術 這些全部都是可以在市場上你沒有看到 暫時沒有這麼多的競爭 暫時來說它的芯片和算力的能力是最強的 所以你看到這些都是一些非常可變演的場景來的 最後其實NVIDIA現在暫時有兩個板塊是最強的 一個就是AV就是Auto Vehicle 你看到其實除了Tesla是以外 大家可以選擇的一個Auto Drive的platform 其實全部基本上你看到十間車廠 九間都是用NVIDIA的平台 最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最主要原因是有三個不同的場景 是令到所有這些rollboard也好AV也好 其實它們是需要的 第一個大家都知道是你有一個自動駕駛 你要train up一個model 它有一個DGX的平台去做train up model 當你train了那個model之後 你要去試一下車其實究竟是不是真的走得很好 那你就剛才所說的原語就是Stimulation OMLiverse RTX 那最後真的當你在Testing那裡都做得很好 那你就去Depoint它 那它真實的車的運作的時候 在路面運作的時候它有AGX 有EGX就是Embrace和Edge 那所以這三樣東西加起來 就令到它整個AV的生態圈 它就complete了 那你對比它的競爭對手AMD也好 Intel也好 其實它們都是暫時停留在training model那裡 就是在cloud那裡 那你問Intel有沒有它自己OMLiverse的產品呢 有沒有Edge的產品呢 那暫時還沒看到 AMD都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先說現在NVIDIA就正正處於它第四個Stage 就是它現在是一個Simulation的Stage 它提供了很多不同的平台 OMLiverse的平台 Edge的平台 Embrace的平台 那兩個最大的板塊 第一個就是剛才說AV 第二個板塊就是講那些機械 機械人 看到其實有很多的初創型機械公司 其實都是在用NVIDIA的平台去開發它們的Wallblock 其實你看到這兩個就是我所說去到2025年 或者2024年開始打核 其實NVIDIA會再進入第五個Stage 就是現在我們很多的產品都是在Stage 4裏面做著Simulation 在模擬機械人怎樣可以去運作 怎樣去服務我們 或者做清潔等等 當這個Stage無疑足夠了 而去到Stage 5的時候 它們的晶片的成本可以控制得到 當這些晶片真是在接入到 我們新生活會方方面面的時候 你會發覺2024年開始很多電動車的產品 就會用上NVIDIA的平台 真的可以去到L4的駕駛 L5的駕駛 所以那時候才是一個NVIDIA再爆發的時期 所以我才想定義這個 就是為何我認為它會再去到Stage 5 NVIDIA說了整個GTC 最印象深刻就是它現在在服務的所有東西 就先它說了很多不同的場景 Drop的場景 Medical的場景 AI的場景 其實它在服務的一個100個T的industry 它說的100個T 剛才你對比AMD和Intel 剛才它們只是說100個Billion的生意 但是NVIDIA現在去 Aim for它的market 是在說100個T 包括自動駕駛 自動機械人 然後Drug 接著Medical 所有 我當它沒有100個T那麽多 當是一個T 已經是剛才AMD和Intel的10倍了 你橫顧所有的競爭者 暫時來說有沒有誰可以像NVIDIA 描述得這麽好 怎麽樣去執行 怎麽樣去有個 simulation 的 Omniverse 怎麽樣在硬件軟件上的支持 怎麽樣去到Edge side Employ 如果它Deploy 到車上的芯片 整個Complete 的cycle 暫時來講只見到NVIDIA 是有交出一個這麽完整的一個方案 所以如果你看回現在股價大概 大概300元美金 現在它的revenue 在說每年大概是17個Billion 其實我覺得它的upside是相當之大的 如果你看回圖 就是如果你看回圖 NVIDIA其實現在是向內和向外都競爭的 在綠色那裏 那你剛才我們說了 中間最核心的是Hardware 可能是Intel和AMD 有機會去競爭 550、510這樣 NVIDIA 無論它是對外 它是更加做了很多API 場景 找客戶 其實它在向外的情況之下 它是越來越接觸到它的users 就是end user也好 或者是真正使用這些軟件的企業也好 其實它剪掉了很多renda 包括一些SaaS的公司 包括雲端所提供的SaaS公司 所以你看到它綠色的圈 它是向外是不斷在競爭 當去到某個位置 其實你的end user 你用它的自能駕駛的車 其實你都不會再care 你後面核心是用Intel的CPU 還是用AMD的CPU 所以向內的時候 其實NVIDIA2023年 2024年打後 它都會推出自己對架構的CPU 叫Grace 所以去到2024年的時候 其實對於 Intel和AMD 是一個非常大的競爭 因為如果它在所有場景裡面 它成功地 NVIDIA霸佔了很多的使用者 而這些使用者最終 其實真的不會care 你後面的雲 是用什麼CPU的話 反而那時候 AMD和Intel 是一個非常大的劣勢 就是因為它們很容易 就被NVIDIA replace了它們的CPU 變成了Grace 因為大部分使用者 是不會care 你後面是用什麼和它運算 它最care的就是 它實際上 它整個場景裡面 是用什麼的軟件 這個就是NVIDIA的優勢 如果再概括一點 去形容現在的情況就是 Intel 我的定義 它現在會 撤走入一個紅一 就是它現在競爭對手 現家的就是AMD 將來就是NVIDIA AMD現在可以有一個 比較好的發展空間 就是因為它可以蠶食到 Intel的market share 但是兩三年之後 當然NVIDIA 它佈局了所有的場景之後 其實你的CPU是什麼 其實大家都已經不再care了 所以你看到AMD和NVIDIA的走勢 好像很接近 但是其實一個是去牛3 AMD是去牛3 因為2024年之後 它很多東西都不再實在了 但是NVIDIA 現在正正的只是一個牛1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看到它去到Stage 5 就是2025年之後 現在很多我們的simulation的東西 才是真正落街 落實在我們親眼看到很多L4駕駛的車 L5駕駛的車 其實如果你想像 現在Tesla在一年賣75萬部車 它的競爭者 其他所有品牌 大部份用NVIDIA 如果都是賣75萬部車的話 其實你想到一個芯片的需求 L4芯片的需求已經是相當之大 那現在這些數 就是這些場景 暫時還在一個simulation 在training 運行 所以我看到 看完整個GTC的感覺 在中國你再去對比NVIDIA 跟AMD 你就發覺它們大家發展的空間 其實是真的很不同 而NVIDIA 它正正就領先了 AMD兩個Stage 就是AMD現在暫時還在停留 Stage 3 Intel也是 跟著其他建議對手 大部份就是Stage 2 如果你看到NVIDIA 現在在Stage 4和Stage 5發展 一旦它佔據了Market share 其他使用者要去改的時候 或者其他使用者去跟它競爭的時候 你不要一個價格優勢的話 其實基本上你的無力率一定會受壓 所以整個發佈會 我對NVIDIA的過往的執行力 將來的執行力 整個場景的執行力 和整個場景的Size 和A1當作一個T 我覺得將來對於它的盈利能力 所反映出來的確定性是相當高 環顧四周暫時都未見到任何有大的競爭對手 可以跟它挑戰到它 也提到我想講講最後一個例子 其實Google是一個幾年前 大家都知道Google是一間大公司 它都在AI上有很多投入 但是大家都發覺這幾年 好像站一站的光芒好像沒有了 Google其實有兩間比較出名的公司 一間叫DeepMind 叫AlphaGo那間 另一間就是Botson Dynamics 買了給Softbank 這兩間公司曾經幾年前 都是一間很AI的公司 很多初創公司 或者很多人對機與厚望 但是你發覺這幾年 好像慢慢地你不見到它 有很多新的產品 或者很多很新的場景去體驗出來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最主要原因是我覺得 因為這兩間公司 都不是由下而上 由一開始控制了AI的硬件開發 他們慢慢發現 如果他們 好像Botson Dynamics為例 去做機械人 他慢慢去發現 如果他要做很多 好像做到simulation RTX的東西 他發覺其實如果在芯片上面 不自己開發 或者你不用NVIDIA的芯片的話 其實基本上你根本就沒有這麼強的simulation 所以其實如果這兩間公司 好像很多大部分的AI公司 你發覺它慢慢受制於什麼 受制於他們如果沒有Vendor 去提供硬件的話 它開發不了 好像跟NVIDIA 同一個水平的EGX 或者AGX的產品的話 其實它那個AI的能力 無論是成本 無論整個開發的能力 慢慢就會受制了 這個就是我看到為什麼Google 最後會慢慢在AI的競爭上面 好像輸了那個原因 因為他的芯片受制於人 不是自己開發 而當他自己開發的時候 他發覺他做很多事情 你要去追趕NVIDIA的開發能力 其實你會發覺 原來無論成本 無論那個闊度 都是欠一個度 一個層次 所以他們就慢慢 好像沒有那麼有競爭力 其實我剛剛聽你說的那麼多 也有少少疑問 我們看看那個行業競爭的架構圖 其實有一塊小題 就是Apple和Tesla的IDM公司 之前說這兩間公司 它的優勢就是可以直接接觸end user 剛剛提到NVIDIA 其實現在都會傾向接觸end user 會不會到時連IDM這個市場都侵蝕了 如果有一個時間會 你說NVIDIA會直接自己出一輛車出來 直接有個產品直接賣給 user 我覺得NVIDIA就未傾向這樣 始終都是會賣給一些卡人 再接觸end user 但是我相信IDM 就是Tesla或者Apple 其實都會有一定的壓力 就好像你說Omniverse那樣 你說一個好像元宇宙 一個物理的宇宙 其實Tesla在做它的車的時候 去做 simulation 其實都需要一個這樣的場景 Apple做車的時候 都需要這樣的場景 他們要做一個這麼真實的場景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會考慮究竟是我們自己開發晶片 還是到頭來又去買NVIDIA的芯片 他們會發覺就算他們想做IDM 他們如果要做到NVIDIA所做到的水平 其實芯片的成本都是相當之貴 也都要做得很專業 所以當使用者最終發覺NVIDIA的模式 就是一個開發商 跟著賣給做專門化芯片 去對比剛才所說的IDM公司 自己開發自己全部一條龍的話 如果水平之後差太遠的話 那些人都會轉匯 就是說如果你用Tesla的車 發覺如果你又沒有很多 simulation 也都沒有一個AI的人工智能助理 你發覺你要比下去的話 就會有一個水平之分 所以變成Tesla和Apple 看著NVIDIA的場景 都會不斷去想想怎樣跟它競爭 而暫時看上去 兩者是一個競爭的關係 都是會 好 希望以上資訊幫助大家 以上的談話樂樂樂 不少投資買賣的建議 我們也有證監會 在設派人士不排除 本公司員工及派戶持有上述所港股票 投資者在投資之前做足夠風險評估 有需要尋求獨立專家的意見 謝謝 龍õ 垃圾